3月1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参加了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 疫情防控新闻通缉会 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持续蔓延 欧洲已成为疫情正中 为此,钟南山也建议 欧洲国家防控战线应该潜移 另一方面,各国之间加强国际间合作 共享科研成果 让彼此少走弯路也很有必要 大家互相交流减少一开始的弯路是非常重要 我已经注意到有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改变他们全国的战略 以及包括欧洲,包括美国 所以这条我们互相交流减少别的国家走弯路 我想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而针对病毒源头的问题 钟南山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是发生在武汉 但不等于源头在武汉 这是科学问题 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发生在中国 发生在武汉 虽然 但是它的源头 不等于它的源头 也在武汉 没有证据 这是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跟政治问题是两个一切 现在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以前 就随便下结论 我看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 源头是在什么地方 而谭吉在战役一线的医护人员 钟南山也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医护人员 这个形象好像有时候变来变去 有时候平时呢就 这个所有很多问题 甚至是白衣财囊 到这个时候成了白衣电视 过一段我也不知道变什么 我自己的看法 我正搞了60年的医疗 我说在中国的医务人员 从来就是白衣电视 没有变来 我想通过你们传达这个看法 不要把少数的人看成是一个 广大医务人员的 这个人 他的本事